大家好,我是白胖岁岁念,今天我们来说一下,霍聚病没有学过兵法,为什么还能百战百胜? 西汉名将霍聚病,地位卑下,她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魏少儿与平阳县小丽、霍仲如的儿子。 这位小丽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,于是霍聚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将士。 私生子的地位,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,地位都是很低的。 没有人喜欢和父母不健全的小孩交朋友,霍聚病也一样,处于尴尬的境界,慢慢地在煎熬中度过童年。 有人说,上天都是公平的,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,同时又给你开了一扇窗。 的确,当霍聚病在童年时代备偿心酸的时候,她的幸福也来了。 原来她的姨妈得到皇帝的宠幸,所谓姨妈就是为子夫,不久给被皇帝分为皇后。 并且所生的儿子刘聚被立为太子。 而她的舅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魏青,当时在边境上多力战功。 皇帝很喜欢霍聚病,私下里和他交谈,甚至要传授他兵法。 可霍聚病却说,魏将须随时预谋,何必拘泥于兵法? 虽然不愿意学习,但汉武帝却对他刮目相看,因此经常找名师和他交流。 汉武帝时期,魏青经常打胜仗,为了锻炼霍聚病。 汉武帝任命他为镖摇校尉,随位倾机匈奴于漠南,经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。 或许是天生对打仗有兴趣,第一次作战,霍聚病居然立下大功,率领清永齐八百执气大军数百里富力, 占卜手辱过当,斩获敌人2028人,其中包括相国,当户的官员, 同时也斩杀了蝉鱼的祖父贝吉若侯产,吉若侯乃封号。 明产,并且俘虏了蝉鱼的叔父罗姑比,永贯全军,以1600户受封贯军侯。 出战告捷,霍聚病名声大骚。 休整一年后,汉武帝再一次任用霍聚病做主帅,于春,下两次帅兵出击占据河西, 经河西走廊及黄水流域,地区魂邪王,修徒王部,这看起来是一步险棋, 因为谁也不知道,年轻的霍聚病能否取得成功。 战场上瞬息万变,唯有知己知彼的人能料敌至胜。 霍聚病虽然有过战功,但和魏卿黎广等人比起来也不过是生瓜蛋子。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次战争,霍聚病更打出了大汉的雄风, 歼敌四万余人。 俘虏匈奴王五人及王母,禅于恶士,王子,相国,将军等120多人。 同年秋,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魂邪王。 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,率部持入匈奴军中,斩杀变乱者, 稳定了局势,魂邪王得以率四万余众归汉。 从此,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,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。 匈奴为此悲歌,使我七连山,使我六处不翻溪,使我燕之山,使我驾父无颜色。 那么霍聚病为何能百战百胜? 其一,得益于霍聚病独特的思维。 霍聚病用兵思路绝对不同于常人,胆大心细,而且颇与兵法暗和。 其二,和霍聚病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。 霍聚病的旧父魏卿是作战的高手,魏卿不能不对年轻时的霍聚病而提面命。 常言说,兵家早食刀枪,就是这个道理。 其三,霍聚病很受汉武帝的重视。 汉武帝安排将领的时候,自然要把全国最优秀的指战员给霍聚病派上,还会让他带上最优秀的智囊团,来让皇后的外甥建功立业。 其四,得益于大汉的骑兵。 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,快速机动,长途奔袭,是获聚病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汉武帝为界划分阶段,此前是骑兵与车兵并重,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车兵,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。 其五,得益于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高速发展。 没有政治经济做后盾,没有汉武帝倾全国之力与匈奴作战,也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。 其六,得益于汉武帝及其相信获去病,疑人不用用人不疑。 在漠北之战中,或不带着的倾异国之力准备的物资舍弃不用,反常地取食于敌。 没有人提出异议,没有人撤走,自然大家听信于获去病。 绝对的服从,产生绝对的权威,保证了政令畅通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收看,再见。